军方营区有人拍下行军床的士官长名字 接着走到他的床边打开随身包包 里面藏了一瓶开封过的威士忌 大约还有八九成满 营区藏后酒 不仅如此 这名士官长还被爆料去深色藏所 疑似小吃部的室内 昏暗灯光下 女子坐在男子的大腿上互动亲密 有人匿名po网爆料 台南八军团四支部的林姓士官长 代呼战备任务 害哨兵拖了半小时才下哨 高层不检讨还想揪内鬼 加码再报 军人不可以去深色藏所 林姓士官长常外宿小吃店消费 私部更不行 我们军人本来就是要以身作者 不然身为一个干部怎么带病 七七六一每个人都有 我是觉得以他自己的身份 应该要拘谨一点 典名的台南四支部 属于陆军八军团的后勤单位 是辖院报复 还是真的军纪涣散 市官长喝花酒 让底下的官兵反感 故意po网爆料 宣布内部管理有问题 陆军八军团已经主动关注 针对社群的匿名爆料 本部并未接到任何具名的违反军纪检举试证 也不鼓励这种非正当手段的黑寒 八军团声明 虽然目前没有接获检举 但已经主动调查 要厘清被指控酗酒的市官长 是否真的有长久 以及有没有跟其他干部去小吃部 到底是真爆料 还是泼脏水 军方都要查个清楚 维护军纪 TVBS新闻会所常常谈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